大家好,我是ViuSat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COVID-19如何影响澳洲樓市 由於已經有3月和4月的資料在手 所以能夠和大家做一個比較中肯的報導 首先想告訴大家有兩個observation 第一就是澳洲樓市由1月到現在 全國性的平均數來講 其實仍然在上升 並不是大家以為是一直下跌 只不過這個上升的軌道就是一直收窄 例如我們看圖 3月份那個月到月的增加就是0.7% 到4月份已經收窄到0.3% 即是說如果從這個projector這樣下去 可能這個上升最終可能會去到level了 甚至下降也不一定 這是第一個observation 第二個observation就是 雖然樓價仍然是上升當中 但是那個成交就是急速萎縮 那麼在後幾張slide我便會跟大家去講 那個細節情況 好,這幅圖就跟大家展示 各個主要城市在4月份那個樓價的升跌幅是怎樣 橙色那一棟就是顯示他們4月份的percentage 跟著就是對上面有一點的,有一個黑點 它就是展示他們6個月份以前的樓價升跌幅 我用Melbourne為例,4月份的樓價跌幅是0.3% VS6個月前的樓價升幅是1.7% Sydney就好一點 Sydney的6個月前的樓價約是1.8% 到現在它的樓價升幅4月份仍然是上升的 不過就已經由1.7%跌幅到0.4% 另外一個重災區就是Tasmania的Hobar 它4月份的樓價跌了0.1% VS6個月前的樓價約是0.7% 那為甚麼這麼傷呢? 主要原因就是它有12.7% 都是跟旅遊有關的 那你COVID-19一來的時候 就全部都停了板 所以它就直接插下水 同樣大家看到有幾個地方的抗跌力很強 例如說 Aderley 由6個月前的0.3%升到0.4% Perth 由之前的-1%變成0.2% 還有就是Darwin Darwin更厲害 由之前的-0.5%升到1.7% 最主要就是這幾個城市 都是較少受COVID-19影響的 好了 接著我們就看看 現實的銷售是怎樣 實際情況就是在這段期間 Sales就下降了40% 第二點就是 Available on the market的樓 亦是少了35% 這顯示很多業主都不會趁風塘火勢 拿樓出去賣 還有就是銀行的股價 這些活動 亦是少了37% 不謀而合就是第四點 通常Agent如果他們有樓要賣 他們就要做很多查冊 這些surveillance 的動作 就會光顧一間公司叫RP Data RP Data所錄到的活動 就是跌了60% 第五點就是在COVID-19之前 例如3月初的Clearance Rate 全國性大概是80% 去到COVID-19的冰河期 就下降至25% 即是拍賣 原本100間有80間成功售出 到了COVID-19期間 100間只有25間有人賣 好了 剛剛過了這個復活節 情況比較好 因為政府已經開始逐步解禁 這時候Clearance Rate表面上 就是彈上的70% 不過這個70% 和先頭的80% 是不可以比較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70% 裡面的Volume 其實縮水 縮水 全國性只有500間屋 是銷售的 而在第五點的80% 裡面是有3,000間屋 好了 澳洲的中央銀行 如果是銷售銀行 這個reserve bank的Forka 又如何呢 第一點就是 失業率 將會在6月份 達到最高峰 就會是10% 之前是5% 而這10% 就會慢慢好轉 去到年尾 就會稍微改善到9% 然後到2021年 就再回暖到7.5% 要到兩年後 2022年6月 失業率 才回到5% 這就是reserve bank的Forka 大家要留意 一個國家 如果它的unemployment高 很難對樓宇沒有影響 好了 這些種種的背景資料 對樓宇銷售有什麼影響呢 第一點就是 樓宇想賣 就不像賣股票 你point and click 就賣了 樓宇要賣 就賣股票很長 一個多兩個月 由於這麼長 和這麼麻煩 和這麼高的交易費 相對來說 我們從貿易或貿易的角度 就不太繁密 不太敏感 所以這件事 其實是優惠的 它隨時可以避過一個浪 這件事 對樓宇的樓價 是有保護性的作用的 但是第二點 又對樓宇是不利的 就是先來所說的unemployment rate 因為有一些業主可能 失業情況很嚴重 甚至乎兩夫妻都失業 而這間屋又是在供應 它就無可奈何 可能被迫要去賣 所以這間屋 對樓宇是不利的 另外 提到租務市場又如何 第三點 A 眾所周知 學生的需求很少 因為都不讓他們來 第二 就是很多在做旅遊 Airbnb的房子 因為遊客又不讓來 他們就擱置去做長期租務 在租務市場又欠一杯羹 間接就形成了over supply 所以去到第三點 就是租務市場的樓價 其實是全國性的 微微地跌 這件事就是 對所有想著 買樓收租的投資者 就要有心理準備 好了 那對前面的展望又如何呢 首先 政府為那些工作 因為COVID-19而少了收入的人 他就給了他們 為期六個月 這個就叫做 Job Keeper Allowance 另外 就是對於失業的人 政府又提高失業救濟金 這個就是Job Seeker Allowance 第三 就是因為政府不讓業主加租 甚至乎租客 某種原因加不到租 都不讓業主和他們斷約 但是業主又需要這些租金來供樓 所以政府也是和銀行 工作了 是有一個叫做Mortgage Holiday 即是容許一些有困難的業主 彈性供樓 但是整體的資助 就到今年九月中 就會到期 第二 就是政府現在開始放寬 這個社區活動 目標是希望在七月份 能夠完成三部曲 第三部極限 暫定容許這些聚集 可以達到一百個人 還有跨省性的旅行 到時便會容許 甚至乎在南太平洋的旅行 包括遼斯林和其他 南太平洋國家 都或許會容許 一切都會希望在七月份 能夠發生 當然 是否能夠在七月份 完成到第三部 就好看COVID-19的進展 因為現在是五月份 第一步已經開始了 第三點 就是對前面的展望 其實有分過 最好處和最好處 最好處就是 一切進展良好 到九月中 所有這些 工作人員 停止以前 經濟市場是復甦 從而居住市場 才可以復甦 這是最好處 最好處 當然是COVID-19 繼續惡化下去 失業率繼續提高 人們失業了 收入少了 還沒有所謂租務 或者人們可能被迫賣樓 而政府亦不能無料期地資助 這是最好處 另外有兩個其他因素 影響整個走勢 首先就是中美貿易戰 帶來所有人相關 第二就是澳洲和中國現在之間的關係 我認識的澳洲外國人朋友 他們說澳洲政府應該說少些事情 不要強出頭 政治的事情 澳洲其實是一粒芝麻這麼小 比起法國、德國等 何必強出頭去做這些 自己無法處理的事情 好了 對於買家和賣家 在這一刻又應該怎樣做呢 首先就是對於買家 在這一刻 其實確實是一個購物市場 為甚麼呢 因為市場根本少了兩種人跟你爭 第一種很多人就是觀望 希望樓市繼續下跌 第二種就是人們根本不敢買 收入未必受影響 但是那份工作是一般的穩固 代表了如果你說在購物市場 小人跟你出價競爭 所以找到好的樓 讓東西條件夠 或者說你又能夠坐到價 不妨考慮 第二點就是關於這個交易 在這一刻 銀行確實是不願意借錢給某些行業 例如做零售、旅遊 或者是一些散工的朋友 但是銀行的存在 本身就是要靠借錢為生 所以銀行在這一剎下 亦是放寬了借錢給那些 有穩定職業的人 可能平時只能借1.2M 可能現在就能借1.5M 如果你是賣家又怎樣呢 賣家所有專家意見都是這樣說的 都是叫你忍著手 如果可以不賣的 就盡量不賣住 撐住 避過寒冬期才拿出來 以上的資料 希望能夠幫助大家 好了 鍾哥一句就說 樓確實是很多給你選擇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的銀根是要穩陣 千萬不要太兵行險著 千萬不要太投機 真的需要又有實踐 確實是值得想的 而所有專家的意見 經濟和樓市一定會反彈 問題就是時間是何時 有人說一年 有人說年半 有人說兩年 如果你是用家來說 這一切對你來說都沒有關係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